我操作没声音呢你妈的 喂喂喂 加尔西与他的后继者 乌尔西齐努斯的头衔 根据马赛利努斯的记载 这些头衔似乎可以互换 然而在四十季末至五世纪初的历史记录中 仍然存在确凿证据表明 存在骑兵统领主官和步兵统领主官这两个头衔 这说明尽管引入了复合式的统领主官 但仍有针对骑兵和步兵的不同头衔 在四十季后期 统领主官手下还有一群被称为随行军务总管的高级军官 尽管具体职责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但多数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 职权仅次于统领主官们 在尤里安于363年远征波斯期间 塞巴斯地安和未来的篡位者普罗科皮乌斯就都被委认为了随行总管 则统领一支由三万名士兵所组成的军队 而与此同时 随行总管一职也需承担边境地区指挥权的重要职责 这一角色类似于百官之中负责地方野战军的军事统领主官 且其身份在某些情况下 从其头衔中即可看出 这里随行军务总管一职 为两位统领主官的体系注入了灵活性 并使皇帝在必要时 能指挥多支独立的军队 刘利安远征波斯战死后 其继任者约维安匆忙与波斯弹劾 而后带军西归 他试图用自己的心腹取代高卢的约维努斯 但引发高卢军队的不满 约维努斯成功安抚了军队 并拒绝手下用他为帝的请求 约维安为了表示感谢 仍留他担任原职 与此同时 随行店内总管达加莱福斯 被约维安任命为军事指导主管 这一称呼并非正式头衔 考虑到马赛利努斯早年称呼此人为 骑兵军事指导主管 既显然是骑兵统领主官的同义词 但根据前文对步兵和骑兵统领主官 任命惯例的分析 以及马赛利努斯对头衔的描述 不一定完全准确 达加莱福斯更可能担任的是 步兵统领主官的职路 而对于东方 约维安任命了卢比奇努斯和维克多 其中马赛利努斯认为 对卢比奇努斯的任命具有特殊意义 因为该职位的职责专门涵盖东方部分地区 从而使卢比奇努斯得以成为 东方军队统领主官的先驱 我们将观察到 当东罗马帝国开始实施地区野战军的制度时 买官日中列出的第一个职务 出现在卢比奇努斯之后的一代人 约维安离世后 瓦伦提尼安被选为皇帝 紧接着他任命兄弟瓦伦斯为共治皇帝 并对帝国与军队的管理进行了东西分离 瓦伦提尼安前往西部 约维努斯和达莱加福斯属于他的宫廷 瓦伦斯留在东部 维克多获得了级兵统领主官的职位 而阿林泰乌斯则担任步兵统领主官的角色 当时维克多被赋予了军事统领主官的尊称 同时担任了两个最高级别的统领主官职位 并且还承袭了卢比奇努斯在东方地区的指挥权 在364年 两位皇帝设立高级统帅职位的举措 暗示了罗马军队在下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每位皇帝之下依然有两位统领主官 西部的约维努斯、达莱加福斯 和东部的维克多、阿林泰乌斯 同时中央指挥机构也得到了地方统领主官的补充 在尤利安统治时期 有伊利利亚和高卢的约维努斯 在约维安和瓦隆兹统治时期 有东方的卢比奇努斯 但我们不能轻易将马赛利努斯描述的非正式的地理范围 视为对官方头衔或责任区的准确反应 换句话说 无法就此确定 卢比奇努斯和约维努斯的指挥范围 但它确实使我们了解到 一个见多识广且感兴趣的同时代观察者 对该体系的看法 同时也表明 某些行政职务至少与特定地区相关联 维克多在至少378年之前一直担任其兵统领主官 而关于阿林泰乌斯的最后可靠证据出现在372年他担任执政长官期间 当时的缩曹指显示他仍然是步兵统领主官 与此同时 卢比奇努斯的最后一次被证明在位是在365到366年篡围者普罗科皮乌斯起事期间 他于371年前被取代 因为在东部明文上 其明确地表明了当时的骑兵和步兵的统领主官是尤利乌斯 马赛利努斯在另一个非专业描述中将尤利乌斯称为陶罗斯山外军事统领主官 在这场叛乱的渔波中 尤利乌斯协调东方的珠行省进行伏击并屠露了许多哥特人 而他们也是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成员 因此他继承了卢比奇努斯临时担任的东部指挥官一职 这便是376年 哥特人抵达多瑙河时瓦伦斯的最高指挥结构 作为地位崇高的将领 维克多尔担任此职至少12年 但在阿林泰乌斯逝世以后 步兵统领主官的职位似乎空缺了 尽管东部边境的军事指挥由瓦伦斯本人直接负责 但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在尤利乌斯治下 地方上设立了一种特殊的军事职务 即骑兵和步兵统领主官 在376年 受凶人威胁的哥特人来到多瑙河畔的罗马边境 请求准宇进入罗马领土 这些哥特人渴望在罗马境内寻求土地和安全 并愿意为罗马皇帝提供军事服务 这是尔曼部落与罗马人数个世纪贸易往来的成果之一 当时正忙于波斯战争和伊苏里亚旗的皇帝瓦伦斯 同意了他们的入境请求 然而由于帝国官员的管理不善 剥削过度 哥特人被迫采取了武装抵抗 更多哥特人越过了不稳定的多瑙河防线 并与罗马社会中那些心怀不满的成员和其他入侵者结盟 最终导致了塞雷斯地区遭受的广泛破坏 在377年 瓦伦斯派遣他的骑兵统领主官维克多前往波斯进行谈判 以便抽身应对哥特人的威胁 与此同时瓦伦斯命令普罗夫图鲁斯和图拉亚努斯两位指挥官率先行动 并致函西部皇帝格拉提安请求增援 这些援军由身为随行殿内总管的里克梅尔所率领 而在加入图拉亚努斯和普罗夫图鲁斯手下的东罗马特前部队之后 他们与哥特人在毗邻萨利基斯的城镇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但战果至今未知 里克梅尔将军决定向西行进 请求后续支援 同时 罗夫图鲁斯与图拉亚努斯两位将领 做出了撤退至马尔基安堡的决策 同时 他们也在那里成功获得由萨尔图尼努斯派遣的骑兵增援部队 尽管获得了这些增援 罗马人仍然判断他们无法持久地守住海姆斯山脉的关口 因此他们撤退到瑟雷斯南部 并等待瓦伦斯的到来 然而 这种做法无异于将巴尔干地区大部拱手让给哥特人 与此同时 格拉提安亲自动身前往瑟雷斯 以响应他的输入瓦伦斯的请求 但由于一场对阿勒曼尼人的战役 他不得不延迟行动 由于格拉提安的延迟 导致瓦伦斯被迫在没有西部延军的情况下进行战斗 在378年8月9日这个炎热且尘土飞扬的夏日里 在阿德里安堡附近 东罗马野战军与哥特人展开了血腥交锋 诶 郑老师你人呢 卧槽 郑老师人不见了 没问题 郑老师你进来 郑老师 我现在来了 行 郑老师来了 我们开个录制 我们开录制了 我得换个屏 先把这个 然后我换不了屏 先这样 先换不了屏对不对 这上我录制好 好了 录制开了 好的 我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两次考研经历 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 因为我今年也考研 你今年也要考研对吧 你今年大概是到12月 大概12月24 25那会儿要考研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在这里面分为这考研话 两次考研话 我在这里面要谈一个问题 我考研大概 第一次考研的时候是2012年年底 第二次考研的时候是2013年年底 就是元旦那个时候的考研日期 这两次考研都会比现在考研日期要晚大概一周时间 而且那个时候考研的人数的话 我回想一下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是100多万人 争40多万个考研名额 像我这样在这个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这样明白二本考研的人而言 在当年是少数 但在现在是绝对意义上的主流中的主流 我现在是公立二本 我是明白二本 明白二本在当年有个称谓叫什么的 叫三本 后来三本这个名字就不再提了 都统一称为明白二本 这是个历史称谓 然后三本的话 它在那个2014年以后开始逐渐的 到了2018年以后开始逐渐的转摄 2020年左右开始逐渐转摄 但有些转摄成功了 成为独立学校 有些没转摄成功 还是保留现在某某大学校某学 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坑了 那个我就不谈 我就谈这两次考研经历 然后考研的话 中国这块考研 这块分为什么的 分为这个几大板块 就是英语外语 主要大多数人主要是英语 然后的话那个政治 政治 然后就是专业课 在这里的话就是比较就 借鉴意义的 是我谈一下就是英语这块复习 然后的话关于那个专业课复习的话 是我要讲的大头后半部分 但是我觉得先听那个公共 公共这块英语这块复习 首先一点是什么呢 首先一点就是这个考研政治呢 其实很简 其实就是肖秀龙八本书 肖秀龙八本书 然后的话当时我还另外买了 任乳分 但任乳分最近这几年又没有 又销声秘迹了 和说市民都又降下来 主要是一个是肖秀龙 肖秀龙完以后 还有一套书叫什么的 叫风中禁草 风中禁草等等 风中禁草 禁是强劲的禁 风中禁草 这样风中禁草 这个这是一个考研的 这是一个考研的一个很有名 这个民间的考研高手 但是呢 这个他的这个书呢 我说句实话 一般人你在网上买不到 你得到当地就近的考研书店里 问老板要 风中禁草 然后这是政治 政治就很简单 你只要跟着这玩意儿背就行了 然后一般人一百分卷子的话 你能过个六十分 当然话政治你要上八十分 是非常非常难的 不是 我是这样 我的政治和专业 就是放在副式里面考 我的初识不考 哦 你这块跟我那个 跟我那个情况还不大一样 对吧 您是什么专业 您是汉语员专业 原来第一次考研的说法 是想考北京大学 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第二次的话 我就是摆烂了 选了一个双飞专硕是 首都师范大学汉语国际专硕 我就很水了 我是会计学专硕 我跟你讲过 这个专业是不考会计 啊 理解理解 你就像为什么很多些人考那个翻译硕士 翻译专硕 就是因为翻译专硕不考什么呢 不考二外 不考那个法语 德语 日语这样的二外 所以说我说句话 专硕这个东西 它很难 它这个东西 其实我跟你讲 国外大部分 所谓的一年制 一年制 就是英国那块的 一年制研究生 其所谓的一年制研究生 实际上意义上 实际上对应的是中国的专硕 但是他回过的时候 被认证为跟学术一样东西 我又觉得很搞笑 是啊 去澳洲 这点已经去澳洲 澳洲那种垃圾 水掉死的去水 水一个一年 一两年回来 然后你要知道一点是什么 我在这里面要说一点是什么 就是中国有一点是比较吃亏一点 就是你在中国国内读的三年制 三年制这个学术 对吧 三年制学术 按理说应该被授予的 这个这个长度已经优尔近似于什么的 已经优尔近似于国外的MPHL学位 报下英文 MPHL学位 或者说叫M RES M RES 学位 不懂 MPHL学位是什么呢 是那个研究型硕士学位 他有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被称为MIS学位 这是什么呢 这是那种 你要教论文了 而且你要教论文化 是得两万字英文的论文 如果是PHD学位的话 是要教五万字至十万字英文字符的论文 我大概理解了 而且很多大学的话 他会优先 招PHD的话 他会优先录那个MPHL学位 或MIS学位的毕业生 或说也有个情况是 有些人读PHD 但他最后他没写上论文 但他又不愿意修改论文 他可以直接拿个MPHL学位走人 但是你知道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教育质量很水啊 中国的很多高校 他教育质量很水 导致一个什么情况 他明明应该被认定为MPHL学位的 中国本土硕士 他申请官司 把他自己的文件 还只能翻译为MH学位 而MH学位是什么 很多MH学位 他是压根不教论文 就毕业了 这是不是地域笑话 我再给你讲个地域笑话 就是牛津建桥 还有都伯英胜三一 这三所英语世界的 老牌英语世界的名校 他的文科生 他没有考研这一说 你只要是获得了BA学位 本科对应我国的本科学位 然后过了一两年 就可以按照他们这几个学校的传统 直接升级为MA学位 你知道为啥吧 不知道 因为很简单 牛津建在19世纪的英格兰 19世纪以前英格兰 英格兰地区只有两所大学 牛津和建桥 四大城里面那个笑话 说哪个牛津建桥没有二级 没有二级一等 然后安努德来了一句 说牛津的二级 那就是二级家的 然后话 然后话 当时你要知道 有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你看苏格兰 人口比英格兰少 然后经济发展规模 经济起来没英格兰大 但是很奇怪是 在19世纪以前苏格兰其实有五所大学 我觉得很多工 好像一开始 最开始那个工科理科也是在苏格兰那边高权的 苏格兰启蒙主义运动兴起起来的 然后苏格兰这五所大学 你要知道一点 他们很多些人是怎么回事吧 他很多一些人苏格兰大学毕业后 他去深造 他不去牛津 不一定去牛津建养 他有的人是去荷兰 荷兰的某些大学 比如说莱顿大学深造 所以说导致一个什么情况 而他们的这种MA学位 牛津建桥和都布林圣三一这三所大学的MA学位 这种学位的有效性 是被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承认为合法学位 英国这几所学校实际上就是什么 两级学位制 就是MA和PhD 而且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牛津博士学位的 其实是印度来的留学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牛津PHD DPHL学位 牛津叫DPHL 剑桥等其他学校都叫PHD 现代意义上的那个所谓的博士学位 PHD学位你知道本质是啥吧 不知道 是从德国引进的 不是来自于中世纪 这里的PHD学位是来自于德国红宝模式 啥红宝模式 就是你跟着导师干活 干活以后干到一定程度 有了一项原创性成果了 证明你有基本独立合格的科研民工能力的 给你一个科研民工和基础讲师合格证明 这叫所谓的PHD学位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什么 为了多快豪省大面积的培养 劳动力 科研劳动力 而给的一个合格证明 其实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啊 所以说你要理解PHD学位的本质以后 以下情况就好理解了 为什么呢 你就能理解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全世界各个顶级大学的 名顶级大学的哲学系 一个岗位 一个哲学教授的岗位 有200个 200个至300个博士 其他名校的博士 来申请哲学系讲师到教授的岗位 因为并不证明你夺博古同情 只证明你 就发论文的最低水准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回到个正题 就是说考研 你刚才说过是考研政治对不对 考研政治你是在副试中考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在这里 我要说下更关键 大家更通用的是考研英语 考研英语的话 我说句实话 我考研英语 你要 其实考研英语的话 要准备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最好是 大一大二的时候 就应该能够 熟读经济学人 哎呦 那你这个经济学人怎么获取这个资源呢 我告诉你 你不能直接在淘宝上搜那个经济学人 因为这个词 看物理 因为对中国颇有为词是被屏蔽的 不用 对于抵抗观众 直接去找张丹大佬 他天天读经济学人 张丹大佬对吧 对 他天天读经济学人 他肯定有 首先肯定有意见的那个PDF和音频 对吧 实际上你看他平常读的内容 你可以看来 其实不是特别难 就经济学人的浅词道具应该不是很 不是很难 但是我说句实话 你想想中国对中国两一家的英语学习者 而言的话 我 咱们别高估英语学习者能力 为什么呢 我就举个例子吧 我混击B站多年 很多人懒到什么程度 很多人懒到 连视频简介都不看 就直接开始评价视频中看不懂问题 可问题一个视频里面最关键 最令人费解的地方 往往在视频简介就给人点拨开来 他连简介不看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视频配了字幕 配了英文字幕 那个英文字幕他也看不懂 非得要看中文字幕 16个英语是吧 我觉得您从来跟人争过这个吗 对吧 就是 16个英语 你指哪个视频 16个英语 就是野兽大佬 说有16个英语 你好像在某个人争这个 对 他十几个英语 对吧 你 你像那个人亚野兽为了本土化 他是舍了血本 都是找真人配音的 不是AI配音的 为什么他那个日语配音 就是找那个名人的声优 那真是大老板 那真是大老板 舍了砸钱 他配的那个法语 我法语 我听过 都是找那个波音源 他那个中文这块中文那个配音都是找央视那个纪录片 外国综艺片才用的那种高端配音 所以说这个你说 我说那他难怪会有两亿多有关粉丝 那他难怪会有这个 然后话我就跟你讲这个英语是怎么东西吧 首先大一大二期间就应该熟读经济学人 然后你至少得大一大二期间 你至少得经读100篇文章 至少得经读 就是说能够熟读成诵熟读成辈的 为什么呢 那个心肝英语第四册 他其实里面选的文章就有很多 就是从经济学人选的 心肝英语第四册 然后画在这里面画 考研辅导画就是里面就还要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分类复习 你比如说词汇里面 词汇你要看什么人呢 就是刘毅 刘是那个刘忽兰 刘毅是毅力的力 为什么你要看刘毅呢 因为刘毅他是用那个英语 他是通过拆词根拆英语词根 这个方式帮助你 大概能够快速记一万至两万个单词 当然这只是就记而言 不同单词之间的 不同单词之间的一些细微差别 和一些同一词反一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你就得靠具体的查专门的词典来学习 然后画这个单词书和词典还是两类东西 词典画你看试业 我词典画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基本上不看OALD 就是牛津高阶英文的学习词典 我一般听话是不看的 你知道为啥吗 不知道 因为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 用的那个 因为他是力求用三千个词解释 三千以内的英文单词 解释八万十万个英文词汇 其后果就是视力相当不精确 你知道我一般看的是什么词典吧 我知道 我给你看啊 牛津 牛津那个英汉 牛津英汉这个牛津 然后我推荐两个 一个是新牛津 一个是新牛津 英汉双解大词典 第二版 我发一下这个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第二版 这是我把它这个封面这个发出来 然后你看到这个新牛津 然后画这个 我一般看这个 然后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比较厚 稍微薄一点 但是解释比较准确是 牛津 现在牛津 现在牛津 这玩儿 这玩儿 等等 牛津 这个 等等 牛津 现代 英汉双解大词典 这个 我一般看 我一般 我劝大家 查英文词典的时候 查国内出版英文词典的时候 主要是以这两本为主 你知道吧 前者是收尺量高大 后者是解释准确 然后话 我给你讲 作文的话 我告诉你 然后我先给你讲下 作文英语 考英语分什么 有完星填空 对不对 有完星填空 有那个十五道选择题 有那个阅读理解 对不对 有阅读理解 然后话 我跟你讲 那个 现代汉语 不 现在的 现在 现在 现在大家是看什么呢 看就是张建黄皮书系 我估计大家都 都有一点萌啊 张建黄皮书系 我 我给你讲一下 张建黄皮书 张建黄皮书 我把那个 封面给插出来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张建的书还不是最好 但最好的一本书 十几年前停止出版了 因为你考研考试 你得用最新版的教父资料啊 可以 我偷懒 我直接让新农方报完盘 徐农工老师啊 给我安排了 啊 这 我找了外包了 我两次的孩子 所以我直接找了外包了 哦 所以说这玩意 你又直接找了外包 你不自己挑选了 对吧 不挑选了 懒 偷懒 说实话其实偷懒 因为我 嗯 我跟你讲 这个 呃 然后话 你把这个 他的 黄皮书的 张建黄皮书 大圈套给 拿过来 全部做一遍 就OK了 但实际上是 实际上 当年我用过 我觉得这样 后来比张建好 是什么呢 是那个 胡炳 新航道 考研英语阅读 嗯 考研 呃 考研英语阅读 实际上 是考研英语 呃 阅阅读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现在 其实 他后来这个考研英语话 是 实际上我告诉你 实际上最好 质量最好话 是什么呢 质量最好是 呃 胡敏的这个 我当年是用 2012版 你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阅读里面 我推荐 胡敏的吗 因为 因为 取材很广泛 一个取材很广泛 因为二方面是 他的难度 实际上比考研英语难 呃 我是最简单 我英语二 我是最简单 那一档 嗯 好 然后画在英语作文里面 我我推荐你们 用什么材料呢 我跟你讲 是那个 一号作文 嗯 等等 考研 等等 一号作文考研 哎 等等等等 可 我我查一下 那个孔夫之球上 我查不到 我查那个 一号作文啊 哎呀 等等等等 看一看 不知道 群友还有个考研 我问一下 我看一下 就我感觉 因为说到 我这个例子可能少 我看一下 群里面有没有人 也跟我一样 今年考研 我问一下 郑老师 您看怎么样 就是因为 就是我一个人捧不长 要不我 我看一下群 群里面有没有 呃 我看到了 我看到 郑老师 你发的那图 这个图我都保存 你啊 呃 另从我学习 写作160片 应该叫写作 有的时候叫考研英语 写作160片 等等 考研英语 写作 黄皮书 黄皮书 哎呀 我买的书 我都没看 哎呀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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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考研英语 写作160片 好 我保存一下 他他今天毕业 他肯定不考研了 啊 考研英语 写作的160片 嗯 考研英语写作 然后你们找最新版的 然后这个英语 就这样了 然后专业课 我给你讲 专业课就是一个 我在这里就是呃 谈一下我当年一个经理 当年就是说是什么呢 当年有个新闻 是我考年的时候 不是2012年年底 我不是第一次考研吗 对 然后第一次考研 实际上的话 我从大三就买那个 一个教辅资料 叫中文考研网 大四时候又买了一次 最新版的中文考研网 然后当年我为了买这中文考研网资料 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 呃 无吧 不是 第一次前后两次 各自花了一千多块钱 哦 就总共花了两千多块钱 中文考研网 然后中文考研网 当年有个事 是什么 2012年年底 年年底 就在我 即将迈入考场的时候 当时传出新闻就是 中文考研网的这个 网站的主理人 被海淀警方给逮起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谢提啊 不用想 就是谢提 你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 就是你看北大官方 中文系官方 还有北大各个系 清华各个系都说 本 本 本考研不提供网界真体 但实际上你只要有关系 呃 有关系到那个福音店里 福音店老板都会给你抖出 几十年的真体来呢 哈哈哈哈 然后话我告诉你 呃 这是北京这块情况 南京这情况 更直接迷目张胆了 南京大学 你到南京大学 那个 那块 呃 办公室 呃 中文文学院办公室 人家直接说了 呃 一年考题 每年的考题 每一份卖15块钱 实际上成本就是 实际上成本就一眼毛 也就印那个质量纸 但他对于卖15块钱 嗯 哦 对 我想想我 我考研英语老师 他今年就去参加了那个考研 别人老师很好奇 说你上午没来 你下午来干嘛 肯定 他只有这 今日每年保持一次考研 他才能有一个手感 我之前我在B站 还看到有个日语老师 连续参加了十年的那个 日日本语 N N1考试 而且每次考试都满分 知道吧 他只有保持这个手感以后 他才能那个知道那个 呃 命题趋势啊 什么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一个一场考 一个考试 他为了防止呃 有些人钻研套路 他不断在改题 嗯 每隔几年就发生提醒改改变 就是就是害怕有些人靠呃 研究基金呃 钻空子呃 考高分 然后当时怎么回事吧 当时这个人被抓起来 但是被抓起来以后 过了没一年 这个人的网站还继续运营 而且现在好好的 你知道怎么回事吧 我可能他有 我我可能 我猜测有这么可能 有北大内部的人保着他 你知道为啥吧 你知道现在这个呃 中文中文考验网 你知道离谱到什么程度了吧 啊不知道嗯我没看呢 当年没有那个辅导 夫妻服务 现在多了辅导 夫妻服务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材料免费 声称服务 才有免费 但是专业辅导 哦 辅导费高的金人 我随便挑一段内容 他网站上上讲是什么的 中国古代文学 尖锋特训 然后学费你猜多少钱 三万 五点九八万 啊我 报学习日起就是什么 从每一年的那个第一年的十二月底 到来年的四月份 我大概是两万多啊 我报的也是全体两万多 我是对 管理学综合 而且的话 他这个 这个什么尖锋特训 他限制招声人数 他限量招声 他为什么限量招声呢 因为这跟北京大学 他对外每个专业方向 对外招声人数是相对应的 他比如说北大的这个方向里面 他就招两名研究生 那么尖锋特训 他也推就限量招两个人 对吧 他怕招的多以后 有人考不上就骂他呀 这不道理很简单吗 对吧 而且你单个收的学费 已经比一些人四年 四年的学费还要高呢 那高太多了 我去 知道吗 高高太多了 你可能你要上公立的话 你可能上四年就两万 两三万吧 都够一个人从大一上到延三了 甚至甚至有些人会 会打奖学金的 都可以上到博四的 离谱 离谱 但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就有个市场需求 这个人之所以搞这个中文考验网呢 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人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呢 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工作 但是因为他他有这个校友关系 就是可以自由出北 因为北大北大有什么有校友卡 而且他有这关系 他可以租在北大内部宿舍里头 然后他就是天天把这个题汇总整理起来 比如说一道题分起来的成本 也就是资料考验资料成本有六七块钱 他对外卖个十倍以上的价钱 但是我觉得这种成本与这种定价的关系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碰到过 有的人推销过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啊 或电线 他那个电线生产起来价格成本就一毛钱 但他对外是卖几十块钱 你包括你牙齐卖那个化妆品 很多东西 他成本就那么一点钱 但他最后卖都能卖成本就是十几块 几块钱到十几块钱 对外卖就卖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啊 而且他当时花一年挣的是十万 十万和折合每个月的话一万多 也不算太多啊 在北京这块 对差不多正常水平吧 差不多正常水平吧 我不知道这个人他现在挣多少 但当年话一二年左右 他能挣这么多 就是算了不得了了 然后后来话 后来话为什么我后来第二年 我第一次考验失败 我没有接着继续考北大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被坑了 我后来发现北大呀 你知道什么 考北大风险实在太大 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招生 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一次 你只能报一所大学的一个专业方向 你考过线了 你就过线了 然后你又去复试 然后复试的话大概率 你过的话你就被录取 但是如果你被刷的话 你出试没过的话 你出试没过的话 你会调计划非常麻烦 往往是什么 我第一年考北大没考上 北大当年对外招的是20个人 就是说除去到保研民额以后 剩下对社会对外招生招20个人 我考什么 我在北大1200多名 考北大中文系学生里面 我排第三种名 但是我不是高分落板 没考过去 没考过去吧 你知道给我调计 你知道调计系统 把我调计到哪吧 数学 不是把我调计到伊犁师范大学中文系 什么什么哪个大学 伊犁新疆伊犁 哇 直接发费 你像那个 你像 我当时原以为我考不到北大 我还能被复旦南大陆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 复旦南大早被人给占满了 因为都是看第一卷 然后最后你分是被不断压分压分压到最后话 你只能调计到一个非常垃圾的学校 不是 中国是这样 而欧美是什么 欧美是你可以同时 语言上你可以同时申请十几座大学 一二十座大学 然后给你递那个单子是吧 我最近有一个 我最近有一个群友收到杜根大学 都什么大学 杜根吧 杜根大学还行吧 他本来说人 他人就在英国 哦对 等一下我要问一下 我要问你 我要问你关于怎么办签证的事情 等一下我再问你吧 那个签证 我自己没办过 所以说 所以说我跟你讲 我当时留学中介化 我我们那个 我自己没亲自给人办过 所以说我回头给你 呃介绍一个朋友 这个人以前办过电子签的 哦好 办东南亚电子签的 他有一个经验找吧 主要是我家里也在找 我签到也 我我姐姐给我提过 推过来第一个人非常不靠谱 他他给我一个电子单 居然是16年的 我现在姐姐要去找一个行者 看情况 我姐姐 然后 然后导致 实际上 我姐姐在那里工作 然后我去那里 我是应该办探亲证 还是说是那个旅游证 这个我不能区分 这个我目前不能区分 我觉得应该是旅游啊 他也没入籍 那我应该去旅游 嗯 哎呀 我我我去那边 大概暑假期一个月 您觉得七月去 还是八月去好 我对那里气候 没什么特别研究 所以说是 呃 你还是你自己来定夺吧 是吧 我我估计就是我 我还我还办 我还办一个法国的 那个圣登圈 哎 然后我 然后我去趟埃及 大概就这样 然后 然后话 这个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导致我想 我呢 连二流三流院校 都挑就不要 只能挑出街头 不入游院校 后来话 我告诉你 若干年以后 我跟一个山东学者 聊的热事 然后山东学者 给我算一下八字 他说 我那年考试确实不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命运属火 而北京是 大体方面是属北 如果你之前没有 挣得低桶金 低桶金就大概 能做到年收入 过几百万 过上百万的话 你贸然去北京 会活得很不顺 因为北方属水 黑色 北方是属水的 您猜我要去哪 我打算去哪 我打算去 就老家 我在黄冈 黄冈读书 我直接回武汉去了 找个武汉的一个 一个水货一本 就以前的二本 现在勉强 上到一本就需要 然后那个 因为那些学校 太水了 以至于他 他经常招不买 这我理解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这还是一种 生存哲学 就是一鸟在手 胜过十鸟在数 是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去 混个学历 那肯定是 找家境好考的 找家境好考 然后的话 我又开始什么呢 我又开始了 第二次考试 第二次考试的话 我当时又想去北京 我又想什么 我当时认为 我当时脑子里还认为 监人罗永浩靠教英语 赚了钱 翻的声 我认为教外国人 说汉语 应该也能翻声吧 所以说我 当时比较好考的学校 是哪呢 是首都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这时候复习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非常非常简单 我去哪呢 我一是到淘宝店里面 买了70所 70个院校的往年的汉硕 复习真题 他就是真题 然后外加 其中就包括首都师范大学 然后我做 每天做 每天做一张卷子 然后顺带的看一下 汉硕的复习备考书目 考的时候 当时是我是以全校 我考进去的时候 是全校 汉硕里面 全校第二 就60个人 他对外招60人 我考了60人当中第二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一些双飞院校的汉硕里面 他的那个文言文试题 你知道难度多少吗 文言文试题就是中考水平 你知道多水了吧 我这根水 我这叉多 我考的 我 就是我 我跟你说管理学综合 管中卷子跟你讲什么事 我打不起 数学逻辑全都选得起 理解理解理解 因为他出的难 他反而招不到学生 而且他的文凭又不具竞争力 所以说他干脆就出的简单点 是啊 人多 就在去的 然后话 我在这里要说一点是什么的 在这里我要衍生到一个重要话题 我稍微再谈个二三十分钟 我就觉得我这次话题我就谈差不多 就是中国的这个专业设置和院校地理位置 对考研的一个重要的影响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就是我跟你讲 中国原来的那个在那个哪呢 在 解放前民国时期的时候呢 各个大学里面的他的各个大学里面 他都有些 他因为是教会大学创办 教会创办的很多名牌 他院校要么是教会学校 要么就是私人创办的 所以说是什么呢 他那里面学风比较多元 当然专业设置呢 也比较全 但是呢 他专业设置比较全 他有时候就平均用力 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是每个大学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学票 比如说法律这话以前有个说法 叫北朝阳南东吴 东吴大学就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 苏州大学法学院 就是前身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民国时期是南方最有名的 法学院校之一 而北北京是朝阳法律专修学院 这话呢 很有名 但是呢 你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 到了解放以后呢 特别五十年代初 学什么呢 学苏联院校的专业设置 然后搞了高校院系调整以后 你就要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吗 你可以看那个 现在俄罗斯大学的招生目录 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俄罗斯大学尤且只有 严格一下 你看大学招生目录以后 就会发现 俄罗斯尤且只有两所综合性大学 就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所 因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大学里面 他有什么 他有非洲学 他有俄法关系比较 俄德关系比较 有拜占庭研究 对吧 有这么多 这么齐全的历史系 划分 但是你要到俄罗斯其他大学的 发现 俄罗斯其他大学历史系 就是专门为培养中学师范人才而设了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中国真正的那个 而中国情况也类似 为什么改革和解放以后的话 是什么呢 解放我学苏联那套 然后的话 把那个几十座大学的哲学义 集中到北大一所院校里 然后北大的中文系 集合什么 原来的民国时期 北大 清华 中山大学 这样的阵容 特别好化 导致一个北大发展特别大 特别强 而其他大学发展不了 然后全国尤其只有一个学科 一个学派 所以说你只有考试 小数精英专业 只集中在 最硬核专业 只集中在少数名牌大学里 而大多数大学都是什么的 都是培养专业人才 都是培养大陆货人才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对一些学科 是有采取有益的打压 比如说 九五十年代初时候 就把社会学给废倒了 全国没有社会学专业了 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复兴起来 然后这里面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造成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一 你要想学习硬核一点的文科 不那么水的文科 你得考到北京或上海这样的院校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数是 你最要是一本就能考上去 因为如果你研究生在考上去的话 他已经很多名额被保研学生给占了 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就是 你从这些顶级大学毕业以后的话 你又得回到这个哪呢 二三本院校教书 但二三本院校又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 你最后只能进什么呢 进马院 所以说导致一个什么情况 导致什么情况 就是我跟你讲 国外的美国的二三六大学 他还可以靠专业特色取胜 美国再怎么烂的大学 他都有一两个专业 他都是特色专业取胜 但因为 而且话 平均分布在东西 东中西三个地带 为什么呢 他东部和西部 他都有海岸 他都可以发达 繁荣的港口城市 包括南部 他也云海呀 但中国他的这三面陆地 一面环海就注定了 他只有东部这块 他能够那个财富集中于东部这块 而西部这块 你想发展经济的话 其实比较困难的 你知道吧 除非是他能够纯揭那个产业转移 所以说中国那人口 特别人口和财富 就集中在东南沿海这地方 你看那个 腾冲县你就知道 那个人口县 所以说 所以说中国你如果进了 二三流大学化 很多专业你是想学都学不了了 哎呀 你比如历史学 我告诉你历史学化 真正一场历史学化 你只有在北大 复旦南大这样的 呃院校学 你要如果去二四 二本院校都不开历史学的 我就是我就是因为 黄刚师范学 有一个有一个师范的历史学 我在跑去那 结果没选上 哎你我跟你讲 你就是学师范的历史学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照那课本 念那个 其实学教学质量很低劣的 哎还好 反正我也我也 我也搞不了 这人就说 为什么其实原因 很简单 我还我跟你说过 我高考求是七 我高个 我高个十分 我就去 我就去一本了 我再高二十分 我鬼 鬼在这里待 真是 啊 所以说我现在话 所以说我现在 再回过头来看的话 我就是觉得 到最后话是什么呢 因为我读的又是双飞二本 双飞二文 我在申请博士 一是我不喜欢 原的 这专专业二是 我就想学员专业 都都得到国外去 而国外话 必须得从本科 从从从头再来了 哎呦 这不是英语不行了 搞个屁 大家应该需要英语啊 卧槽 那时候我运忆宝 其他都回来 我操 我就因为这点 我当当 是我自己自己造就 我也没办法说说什么 哎 啊 是 起不起经 哪真的起不起经 你看我天天 我天天在研究翻译 但是我对英语学 就是起不起经 哪怕我天天记住 英语资料 因为我 我看这些资料 觉得英语 但是我 我就是只靠 依靠那个 我就依靠翻译软件 或者字典 我懒得去 去背 去读 啊 理解理解理解 不愿张口 不愿张口读 哎呀 我跟你讲 人不能强求 你还算比较好的呢 为什么呢 那个 有些 很多 很多人 去了那个 美国 那个唐人街 待了十年 呃 都不会说英语 更别说认英语了 连口语都不会说着吧 哎呀 那离谱 那他吃了干嘛呢 我又不晓得 对吧 然后 然后就是 呃 有些 你 所以说我就理解 为什么美国西南部这些地方呢 有五千万人说西班牙语 而且有些人可能英语就说不利索 为什么呢 他不叫说英语 他地方他就有西班牙语电视台 有西班牙语网站 有西班牙语政府服务 我干嘛再去要费劲学英语啊 确实确实 啊 这样历史的车轮倒过来转的 是啊 就这样 所以说我这个考研经历啊 这个我考考研经历 大体就是说就说到这了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提问 我来回答 现在估计美人 现在 这个点估计他们都不在啊 看一下 有一些人 有十几个人 我问他们 有没有想回话 有没有问题啊 我干脆 我干脆摇人过来 算了 我看一下群里面 有没有人考研的 需要过来讲一下 我问一下 因为他们如果提出问题的话 我针对性回答 我可能会回答好 否则我 光我敢讲的话 我可能 我认为我讲的 差不多 但实际上是 实际上讲的 并不深入某一点 并不深入 而这一点 恰是他们所需要的 我 来人前 我先问你一句 算了 我们来点具体的 我们来 郑老师 您讲一下 就是考研当天 前后两天的这个流程 考研当天 什么流程呢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就跟那个什么 其实检查比高考 分为化 比高考松点 为什么松点 因为周围人 压根就没有人围观 底下就没有 家长来围观 你知道吧 因为考研已经成年了 这时候你已经成年了 但是考研这里面 你要注意点是什么的 定宾馆这个问题啊 我见你还是得提前两周到 提前两周 提前一周到 乃至两周 到你所在的那个地方 踩个点 然后提前两周定好宾馆 诶 那个考研是怎么考 是考研地点是怎么决定的 是你报考学校 还是你本地军项 就是我如果是在大学乘程 是总归吧 是你是在哪个点 你是在哪个点 提交报名 现场提交报名资料的 最后话是给你分配到 这个你所在 你当时所在现场考点 同一个城市的某所大学的空教室里 那我不用想了 比如说我 黄刚就一所 对吧 你比如说我当初 我第二次考验 我举个例子 我第二次考验的时候 我是跑到那个哪了 我是跑到无锡现场的考验地点 确认报名的 然后话 那个当时就给安排了 无锡这一带的哪呢 是江南大学的考场 哎呦 我估计就 我估计我就去 我估计就 我估计就是 我自己学校考 八年就是我自己学校 那我 哦 这样 这样还行 呃 然后呢 就是第一天 第一天早上考英语 还是考什么 我当年那会儿 我说我当年 不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当年话 先是考那个 英语是在第一天下午考 哦 第一天上午考 一个教室里班 会有多少个人呢 呃 一个教室一般 我而言是二十个人 至三十个人 那做得很宽 是吗 还是 相当款 这样的话才能方便 监考员互相走动 哎 我的我的 那可以瞄到别人的试卷吗 瞄不到 你想多了 哎 我四六级就能瞄了 哎 四六级那时候做的人 人都比较多 你知道吧 哎 那你记得 哎 对了 四六级的话 它的 它的 它的那个 题 它的那个题目设置是 一样的 就是说是 虽然你可能题不同 但是你的答案是一样的 就是ABC那个是一样的 还是不是 你说题目设置啊 对 就比如一个卷子 就因为要扫描了嘛 就是说 每个人手拿到这个 选择题题目是不一样 他说填的ABC应该是一样的吧 你说是题目的排序不一样吧 不不不 我不是 他因为每个人手拿试卷 他的题目是不一样的 但最后你要选ABC 你都是要写上卷子上的 那个ABC的顺序应该是一样的吧 那我不清楚了 我写下 因为我 我完全不会听力 所以我 我我 我设计 听力都是看别人 考研不考听力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其实那个听也 其实那个听也很扯淡 为什么 你那种 一般的四六级 那个听 其实非常格式化 那种格式化 其实完全 那个其实还好 那个格式化 对做题来说 那个其实还好 你要是搞真高 你口语 那可能大多数都得懂 因为很多人的话 他估计都 他估计都不懂 那些俗语怎么说 对 没有人进来算了 然后呢 你应该是考人考两天吗 一般人考两天 第二天是什么 第二天跟第一天一样 也是 第二天就是个专业课了 考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还是一般人都 你比如说英语话 应该是两个小时 而且英语话 他故意让三分之一的人 做不完题 这么厉害 三分之一的人都做不完题 这么厉害 肯定了 我当时做完题的时候 我还有二三十半个小时检查 但是我是我 我是天天吃这碗饭的 我不能拿来说凡尔赛 实际情况考人考人题 确实更难 还好 我看到我看到经典题 肯定还好 嗯 几篇阅读 然后用完天空 然后我选了一个排序 然后两个字文 嗯 那我估计到时候 可能我还是得发挥一下 火眼睛睛了 是 先把作文写完 现在提 他他有他有 那个顺序要求 因为四六局的话 你的作题是有 有强制要求的 这个也是吗 那没 没有强制要求 哦 那还好 因为四六局的话 你有 你必须听力要在 听头作文 你必须在 对对对 之前做完 前四十分之内做完 是啊 做完是半个小时 然后听力二十五分钟 等于你前一个小时 你要做完那个 你要做完前四十五分 然后后半分再去做 是啊 然后考研的话 什么时候出排名呢 大概是 哦 刚才那个考研 考研什么时候出排名的话 一般而言是三月份 刚才有个人的更正一下 是 考研分配考长是考同学要同专业的人 会分配在一块 然后集中在 一个考研考 而且考点不一定是大学教室 哦 对对 那个 当初的话 我是被分配在大学教室里的 哦 我当年是被分配大学教室里 是江南大学教室第二次考研 第一次考研是分配在一个技术学院的教室里 有些人有可能是中学教室 嗯 然后呢 第二外语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 他当时说 嗯 诶 然后那个 复试大概是怎么流程的 复试的话 具体来说流程 这是 嗯 第一次因为我落榜 所以说我没有进市北大的复试 但是呃 第二次考试的话 我去 是这样的 是他那个呃 复试流程的话 就是发了信息以后 就是 你得是盯那个学校官网 官网说是呃 呃 你的那个合格复试 你是有复试名单的 然后 或者说给你发短信复试名单 然后的话 你呃 抽到 抽一天 那个到那个北京去 我当时是到呃 呃 北北京那块 是在那块 待了三天 然后有有那么一两天是呃 其中三天是是踩点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就是在那复试的 嗯 所以当天是周六 复试的时候是周六 我我是周五 坐火车从那个呃 坐火车 坐高铁是从那个江英赶到北京的 周六 这周六是复试 复试 然后周日话回到江英 嗯 嗯 哦对对对 啊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我大概 考研报应九月份吧 嗯 哎呦 我暑假 我六六七月份去留八月份回来学 然后 新农坊那边 估计会安排去测试 然后跟一测试结果 给我安排那个宴宵 反正我大概考的就是湖北工业大学啊 对 这种 呃 非常水的译文 然后搞会计的 不过会计 会计的 研究生的话 研究生的学习跟 大学本科学习会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老师干脆以 呃 有些不负责任老实话 干脆课堂上就直接照本学科 反正说你们是搞研究的 以研究为主 课就上的很烂 我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奇葩结果呢 是相当一部分 甚至一半以上的大学的研究 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教学质量 还不如二本院校 就你让他上课 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当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上课时候话 那个老师 有的老师毕业于北大吧 你别看他们是毕业于北大 他们首先想到是 我们去那个什么的 去搞论文 展论文 所以说他备课的时间非常紧 他有非常凝 非常少 然后他有的时候上课就直接 呃 叫来什么 超新学术视频 把他的北大老师 够重量 他根本不会根据学生实际需求 重新备课 讲适合学生的内容 不会的 那我更记 我希望他 他他期末 他有期末考试吗 有期末考试 但也很水啊 他多水一点 反正我就进去水水利 我也不想 我这个会计也不感兴趣 哎 哎 我现在还收集了 我那次不是跟你说过 维也纳大学的德语专业 德不 用德语授课的那个 呃 现代希腊语 拜仁廷研究专业吗 我最近又发现了 法国又线上授课的 那个 呃 现代希腊语 拜仁廷研究专业 法国是吧 那我应该翻译过 他们的文章 就那个法国拜仁学会 我应该翻译过他们的文章 他们的文章原文是 哪个语言写的 法语还是英语 我看到是英语 哦 我估计还是英语 说实话 法语的书术的话 我我手上有一本非常老的 哎 几十年前的老老东西了 哎 因为他们的学会 人还蛮杂 估计还是用 我估计是老 现在的话 现在东东马 你就应该都是用英语写的 没人会用法 德语或者法语写的 啊 说到我其实有点不太满意 因为我这边 我这边接受的人都是美国留学的 或者英国留学的 就是英美学 就是英美学者对东马研究 说实话 我 我也我也看不惯 说实话 虽然说那个 我发现很 虽然中有些人 他本来就是 他本来就是希腊裔的 这样的 中国的能把英美的学术 那块研究 我看维基百科 法文版维基百科 和法国当代 法国德国当代学者 他的论文题目 还用本族语言写的 我算不一样 我不会用其他 我不会用维基 我用另外一个网站 一个类似维基的网站看的 他们就是粘贴复制 然后希腊语 我可以看不懂 我肯定如果能看 我肯定看希腊语 希腊语自己写没有 然后在 你在英语的维基上面 你能够找到的 你能够找到 东东马算全的了 有些人 什么法国德国 你知道东西不全 找到 我告诉你 我直接怎么回事 我直接用法语搜 法国拜承听学家名录 在那个谷歌搜 然后就跳出 进入法语一面 然后法语维基 给我跳跳跳跳 给我整整出来 这些人 我都知道哪些人 尼克诺米斯 那些人 法语这个教授 我忘了 反正就 算了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上海观众考验的 考完考验 我也考过 考验的今晚我完了 也没有人 也没人了 对吧 那下一步讲 讲留学吗 还是讲什么 下一集 你说下一集话 下一集将我在首识大本 学习生活下一集 下一次 下一次 那现在我们这个一个小时 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吗 你要说 还有什么讲 你再说一下 你的那个视频制作的一些事吧 哦好吧 我哪说 这样 我们开头看了 那一位是我朋友制作的 就是根据我翻译的资料 做的视频 然后那个视频播放量 非常惨淡 就我都能料到 他那个视频怎么惨淡 就是他那个玩意儿 他只 他就是 把个文改了改 然后配了个图 配了音乐 卧槽 那观众能看懂看个屁 那观众人名都认不全 对 就他真是 他 他还 他直接就讲 讲那个教授写结论 卧槽 兄弟我不知道你在不在 你如果在我 劝你 你这个视频 觉得要死 你不用想了 就你那种 你读那个结论 一边连地名 他都认不清楚 人他认不清楚 你跟他讲 其实他哪听得懂啊 哎呦 然后投诚 反正我给他的 如果你在的话 如果你在这 我给你个建议 他应该不在啊 如果你说 我能知道 今天给你个建议 我是在对我那个朋友说 你 你 你干脆 你干脆先把百文字讲的 你不把百文字讲清楚 那你 你那些 你的观众根本就听不懂得讲的 我跟大家讲 因为他这个东西 前置知识太多太多了 需要一切 前置知识 对 根本不懂 实际上 我那个朋友怎么回事呢 他 他是跟人合作 他跟另外一个人叫 那个叫 什么向前奔跑动 就是石头管的 他在做 那个 晚期罗马帝国史 就是从戴本先 做到那个 一致往后做 他现在才做到 就 他 他进入 大概正好控制上 他正好做到 做到 就是 就是 我翻译那个书 之前那个时代 就差一点点 而且坑其实开早了 如果等那边 那边的话 进度如果追 让的话 他讲这个比较好 就那个是 那个人是讲 讲故 讲叙事的 这个就是我这个朋友 他专门 讲这个专业 这个方面的 他们两个合作嘛 他这个视频其实出早了 他应该等那个之后 再再做给别人看 是啊 那人民都认不起 那算吧 我们来 我们上一次讲了 那我们看到 我们就来吧 正老师 您现在能看到屏幕吗 等等 我现在这个 呃 我 不过正老师 我直接投屏算了 我觉得Q会议能投屏 平会议能投屏 现在您应该能看到了 您能看到吗 能看到 能看到 好 我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上一次 讲了东部的 我们今天来 讲西部的 好 看一看 那人 然后西部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百官制是一本 拉丁语资料 所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西部的篇幅 明显比东部的长 但是它比东部要混乱得多 就是东部那个 明显是经过整理过的 就是 但是西部这个明显 是各种资料拼凑在一起 所以导致西部的资料 非常混乱 而且每个地方 它的混乱制度也很多 那我们先看 那首先 作为这个 官职的 这个 第一个部分 当然是序幕了 那序幕首先就是 东部 东部是两地 东部是东方和伊利库 大概对于今天的 东部的东方地区 大概是今天的小西亚 利班特 就叙利亚 还有埃及 中国那一块 都是东方 包括塞里斯拉 然后伊利库 就是大概 等于今天的八个曼导了 然后这是西部 那西部的话 就大概 一个是意大利亚 一个意大利亚地区 禁卫总区 那意大利亚 就肯定是意大利 拉丁语的一个 特别后缀 就是那个 A结尾 女性 男性是 应该是 UM 应该是 那个应该是男性的 忘了 我不懂拉丁语的 然后 然后这个 意大利亚 意大利地区就是 他这个就会懂 去包括意大利了 然后包括那个 还包括了 剩余的那一部分的 巴尔干地区 然后还有北非 北非的大部分地区 然后加利亚 加利亚的话 就是高卢 但是 实际上高卢 其实是英文中的 一个说法 就Groom G-A-U-L 他不是 不是罗马人的 一个称呼 罗马人是 称为加利亚 加利亚 对 这是罗马人的说法 然后 所以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翻成高丽亚 但是这边还是 翻成加利亚 然后加利亚 就是今天的高卢 已经是核心部分了 然后还包括了 布列迪尼亚 就是布列迪英国 然后是西班牙 还有北非的小部分 摩洛哥地区 就是这个部分 他大概就分为两个部分 然后 当然 下面一个就紧急 当然就是罗马城的 这个长官了 另外一个说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们看 一些历史教科书的话 他们会说 这个东西 罗马地区 分别以军 陈金堡和 罗马城为首都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我跟我老说 这个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西洛 首都应该是米兰 或者拉文娜 但是 对 但是等我上大学之后 我再看一个资料 我发现 我错了 那个教科书 那个说法 其实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在米兰 或者拉文娜 并不意味着帝国的首都在那里 因为从这一份官方文件中 可以面向罗马城的地位 是特殊的 是吧 对 就是 这问题就是 我当时确实太自以为是了 我当时 我自己看了一些资料 然后看了一些 好吧 其实主要 其实就是游戏里面 你们看那个 拉提拉全民战争里面的时候 那个 西洛首都已经在米兰 但是 这个 那个其实严格来说 只是 哎 那个字都 行 是行在还是行在啊 我也有混了 应该是行吧 应该是行 反正行在 反正就是 那个只是皇帝的住地 并不意味着 它是国家的首都 就是国家的正规首都 应该还是在罗马 而且这个 应该是 罗马地位在这一时期 也是高于 就很厉害的 它毕竟是老家 你不能忘 然后这个 这个是乌比斯 这个乌比斯 就是英语中的 乌尔班 乌尔班 乌尔 就是英语中都市 这个词 但是这个词 它 它这个 它的这个城市 一般来说 在罗马语中 它就专门特制罗马城 就是首都 对对对对 它不是一般的那个城市 一般的城市叫 就是city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其他一种城市 一个叫自治城市 叫 曼尼奇亚 就是它是 词人是首族 就是 罗马人在 起家那段时间里面 就是他会有些 拉丁城邦 对吧 就是都是拉丁人 所以罗马人会把他们 就以首族 就把他们称之为 自己的首族 那这些首族的城市 就是自治城市 就是 对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殖民城市 Colonia 就是科隆 哦 科隆就是殖民城市 殖民地的意思 就罗马是 还有一种城市 就是那个叫 叫银类城市 就是那个 Colonia 它是那个 实际上 在英语中 城市 城堡 这个词 Colonia 它的城 它的这个 词根 是这个 是这个银类城市的 小写形式 就是 不是 就是小写 是就是 拉丁语中 有个特点 就是 它 它有个词 它的后面词 改成 LLA 就是什么拉 或者什么 Catla 或者loom 这些词根 它往往意味着 是小的意思 直小词 对 直小词 就是它加这个词 属于那种 比较小的词 就表示小什么什么 那么小的银垒 就是小 就是城堡了 就是你可以 就银垒是那种 用那种 那种 木桩子 留下一片 一片区域 叫那个银垒 然后如果是那种 比较小小的 那种很窄 大家不知道 所谓城堡 可能其实就是 技术大院 那种很小的 就是城堡 顺便补充一下 那个西班牙的 核心部分 Castilliano Castillia Castillia 就是其实应该 其实那个词根 跟城堡 英语中城堡 是一个词 词根演变管的 应该 其实应该翻译成什么 堡州 堡州 银垒区 银垒地带 它我马 因为北部的山区 哦 那个西班牙语 就是西班牙人 自己称呼 西班牙语的首用 就是Castillia 语 对 对 就是当年 因为当年的话 说是双王 实际上 明显那个地图 一看就知道 是以Castillia 为那个核心成立 是啊 阿拉贡 阿拉贡 属于一个 沿海 边缘地点 当然 而且特别是关系什么 特别是后来的 西班牙 王位先战争 阿拉贡 输了 就是 法国支持Castillia 然后奥地利 支持那个阿拉贡 最后结局就是 呃 就 我们都知道 那个最后是 路易十四的孙子 当上了西班牙国王 所以相当于 就是Castillia 他赢了 所以之后的话 西班牙就是 西班牙也逐渐 从一个 就是他 他 你从证明上 就是他 他强化了 西班牙作为一个 统一国家的进程 那基本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以 Castillia为主题了 所以说他现在 西班牙语就是Castillia语 而不是加泰罗尼亚语 对 加泰罗尼亚语 所以加泰罗尼亚语 也不满了 他们觉得就是 因为阿拉贡的核心区域 就是加泰罗尼亚 所以阿拉贡 加泰罗尼亚就 近代的就很不满 然后就整个种 整个种活 不过最近好像消停了 是啊 什么原因消停了 是经济原因 还是说是当前搞累了 那我不大清楚了 我估计就是搞累了 没说 我给你 我给你讲一点 加泰罗尼亚 他有自己什么呢 我想起来的就是 加泰罗尼亚在 西班牙中的自治程度 其实远远高于 苏格兰在英国中自治程度 对 想起来 为什么呢 我这么跟你讲 就是英国 他的有一所大学 叫英国公开 英国开放大学 The Open University 是英国官方的 全国性的电大 就英国就这一所 但是你要知道 在西班牙是两所 为什么呢 一个是 西班牙国际远程教育大学 主管方就是 西班牙中央政府教育部 指管的 而另外还有一所大学 叫什么 叫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然后两者的课程设置 差异非常大 就这种回事 包括加泰罗尼亚 有自己的地铁公司 高铁 铁路公司 在加泰罗尼亚里面 有两个 一个西班牙国家的地铁 一个加泰罗尼亚 自己地铁 什么都是自己的 你知道吗 国中之国 然后我们 我们就有人看 我们讲了 然后接下来 就是军事内容 这种管 这是管步兵的 这是管骑兵的 这是转往高鲁地区 一个骑兵的 这一个条路 然后下面就是开始了 开始 太监环节 这个 这个就是太监 这个一眼 一眼太监 秦室里的这个管事的 那肯定就是太监 那这个 这个词 这个就是秦室 就是那个 他跟那个应该是同源 那个什么 对张伯伦 张伯伦 张伯伦你还记得吗 对应该是同词 就是一样 拉丁语中 关于这个词 同样有一堆词 然后张伯伦 那个词应该叫 他那个词的原意 就是现在要运用 翻译内侍 但是如果全称的话 应该叫内请 对对对 内内请侍卫 对 川伯伦那个词 内请侍卫 或者内请守卫 因为他那个词 其实一般来说 是一个官职 而不是真的说 是他是一个 私人私人服务机构 他特别是指那个 对 他那个拉丁语 应该类似的词 反正就是床 就寝室了 这里就是 当然这上词就是皇帝 皇家 皇帝的寝室 然后下面就是 那个指示统议主管 那office 这个就是office 就是那个办公 办公 但是有必要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词 在这个地方 不能翻成办公室 因为办公室 这个含义是在 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 就是他的原意 就是办公嘛 就刚刚这里 发现执事 就是做事情嘛 然后办公室 就是办公地方 但这个词 他到底在后面 就是但是 他有那个 他有那个 他就是他这个时候 他虽然不能够指代 办公的厂 但是他能够指代办公的人员 就是办公的人员 所组成的团体 可以用这个词来自带 怪不得 对 就是 他有概念 就是他有的时候 他是什么 他就是 这个词 就是有一个词 指代一类群体 那这个词叫什么 就类似于people 或者说是 比如说在英语 比如说the police 对 the police 这个词 就指代这个 全体警卫人员 对 保卫城市安全的 这些人员 公务警察 police 这个词一般就指公务警察吧 他 对 没有私人的 哦 那保镖 那不是要警察 对 然后 看 往下面 下面就是那个 Crestor的财务法官 就古龙瓦财务官 当然说说这个职位 发现财务官有问题 因为这个职位 他在历史上 大部分其实是 他主要是负责法律 他只是 稍贷的管财政 但是他因为 说实话 那个原因就 因为 我们现在人看东西 大部分就是看 共和国历史 共和国历史 这个 这个很多时候 管财政 所以大家一般就把它 翻成财务官了 那实际上他应该 加一个法子 因为他是管法律的 然后这个 这个词 它其实就是 question的词 问题 提问 是 对 这个词就是提问 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向人提问的 所以我当时 一问翻译为 我翻译成这个 询问法官 后来别人说 这个不太好 太太模糊了 所以还是赶上财务法官 好 那下面就开始管钱的 管钱的一样啊 这个我上次跟他讲过了 这个 Logitual 就是 送礼物赠品 在这里就只是钱货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跳过 然后就是 管钱的 这也是管钱的 这两个区别 这个 这个管工家的 这个下面是管私家的 当然这个是理论上 实际上真正管私家 他另外的人 就这个 这个更多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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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相对 就是相对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财政部门 不止一个财政部门 反正有很多财政部门了 他制衡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皇帝的保镖 这个 这殿内的骑兵 步兵 北宋不就是那个 什么 电权 麻军 督指挥师 电权 步军 督指挥师 还有一个电权 是不是 他类似 也类似 这就是啊 然后我们又来了一个 我们刚刚介绍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又发现 这就跑出来一个管情 是的 我也把我们的 反正这个 这个官职设置应该重复了 怎么回事 哦 对 我现在就是这样啊 就是呃 这个 这个 这是个太监 这个太监 这个太监负责 负责管理 这个 政务 就是各种事务 负责他管 然后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一种主管 他更多负责财政 就是他各个负责管钱 就是一个管 反正这时候 看到这时候 头脑就乱了 他的官职明显 有很多官职 是严重重复了的 那这个就重复了 那管钱这两个 然后大概就是你可能以为 负责管理皇帝家事 也有两个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 一种主管 就叫素季一种主管 这个 这个词呢 notary 今天的话一般会 发音成公正人 但是你古代 你绝对不能这样翻译 这个东西跟note 就是笔记本了 这个词根就是笔记本 note 明白 就是那个 他 他只是 他只是那个符号 就是 因为 我们写字 要写那个符号 笔记就笔记 就是笔记 对 就是笔记 他笔记就是笔记 就是因为你要 抄文章以前的话 抄文章很 你不可能抄那么快 你 你 说到 以前的字母也难写 所以你就是 你只能 关键记 关键词 就各种笔记 各种词汇 各种词汇 所以这个又叫 素季 然后这个就是 素季 就是素季 不好 那一等部分 那然后下面来个词 这个词更复杂 这个词当中文叫 什么 它叫 神圣 宫殿 银宝 总管 那这个词一看 就是 就是castle 对吧 这个词 大写形式 castle 就是银垒 当时这里的不能翻译 反正是银宝 就是银宝 是什么 银宝 它除了是军营 银宝里 它还可以指宫殿 外围 那一圈建筑 也叫银宝 对对对 这是一个 中文中 它特有这个含义 我当时 之所以要选择这个反应 就是因为 中文中 银宝这个词 它就是有指在 宫殿外围建筑 那这个词大概就是 当然这个词 它管什么 它 这个词管什么 这个词 这个词有人发言 厨师长 当时那个日本学生 反而发言为厨师长 所以这个词就管吃的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上面这些人 大概就是 就是 可以说是 只属于皇帝的 这个官员了 就他们这些人 是只属于皇帝的 大概就这些人 就是公亲 我们应该 这词还假如公亲 然后下面的人 就是殿上人 就是他们是 他们很多 不不只属于皇帝 而是要向上面 这些人负责 那首先就是 负责管人的了 对吧 负责文书的功叫 护书 为什么叫护书呢 就是这个词叫 Scrib 这个词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那个 就是他 他这个词 命中那个 超书率叫什么 叫Scrib Scrib 对 那个超公 对 超公 超书小利 超书利 或者文士 就这个词 那这个词 但他这个意思 不是指那个 他是什么 他是指那个 就是以前的人 是用那个 沙槽执血 或者羊皮执血 就是 起来之后 你要把它 做成卷轴 然后这个时候 你要弄一个 小袋子 或者小箱子 小匣子 把那个卷轴 放在里面 这个轴子 这个袋子 就是他那个 我看了 他那个形式 就那个 类似于袋子 就叫 这种叫 护书文侠 对 就是把那个超书卷轴 放在里面 放在那个 卷筒 然后这把卷筒 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就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我这个后来 他后来去 他后来可以装 那个药物品 所以他后来 这个词还有那个 他有那个医疗 医疗助理的意思 就是这个词后来 医疗 医疗包 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比起东帝国 就少了一部分 东帝国是四个部分 东帝国还有一个 叫希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希腊 就是因为 它是拉丁语 转成希腊语 当然这里就没有 转成希腊语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是记录了 然后是这个 书信的 这个词 这个词就是书信的意思 EPI就是 上 东西 往上面记 叫书信 然后这个Liber 就是那个 请愿 这个就是希腊语 是书的意思 然后这也只 当然这也只是 请愿的 就这个书 它不是一般的书 它只能用 请愿书 正式文书 对对对 这个词 它是请愿书 它不是一般的书 拉丁 你们关于书的 书的用法 又一堆 希腊语 拉丁混着用 你比如圣经 圣经的词根 就是书 Bible Bible 你像现在 在西班牙语里 图书馆 这个词的词根 也跟那个 Bible是同 实际上 就是 实际上 在欧陆诸国中 只有英国人 用Liberary 其他所有国家 都是那个 Bible为词根的 但是没有 但实际上 你英国人 英国人 美国人强的 所以现在图书馆 都用Liberary 因为原来 原来欧陆语 其实就是Bible 另外一个 是Bible 但是对吧 是 Liberary就是它的 Liberary实际上就是它 Liberary就是它 诶 这哪是你人呢 在在在 Liberary 这个Liberary 有的时候 也是指文库的意思 对 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就拉丁语啊 Bible是希腊语 实际上是 Bible是希腊语 对 然后我们下面来到了 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 首当其中的是 这个 这个叫 阿菲利加 管非洲的 那叫资深执政长官 康走执政嘛 今天叫领事嘛 然后 Pro是钱的意思 这也指的是 这个钱有两种含义啊 这个钱 这个钱可以离职为在前面干事情的 也可以理解为上一任的 所以他的意思在不同意义上不一样 有的这里要翻译成代理啊 你比如说检察官 检察官怎么算这 Pro Pro Curato吧 Pro P-R-O C-U-R R-A-T-O C-U-R-T-O C-U-R-A-T-O-R 检察官 对 那个地方就翻成代理 那个就是 那个叫什么 叫代理保左主管 这它拉进行义 然后 后来就变成检察官了 有 也就是怎么区分到什么意思 就是 他如果大写就检察官 就是法国老这样 法国老 法国老为了强化这个官职地位 就把它守这么大写了 从那个时候 他还是真正意义上检察官 在此之前的话 他更多是主管的意思 就是他 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他有时候 大小写 大小写 一个词 同一个词 大写 小写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很正常 很正常 那个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那个在英语里面 月份 他的首字母是大写 但在西班牙文里 和法文里 一般情况下 月份 他的首字母不大写 嗯 这蛮头疼 因为你要知道 还有什么 就是 小写这个东西 也是后世发明出来的 古代文件 全是大写 对 你现在看这个 拉丁文的 古罗马时期的 最早的 拉丁文 墓碑 明文 全都是大写字母 而且中间 没标的符号 对 所以说 你如果不是有 非常深厚 拉丁语阅读能力 和写作能力的话 你是断不了句子的 根本看不懂 而且还有 他的字母是 他跟希腊语还不一样 希腊语的时候 还会跟人间符 拉丁语的语序 是可以调整的 这是拉丁语 对拉丁语 单词 词序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后面这个 这个叫什么 时态吧 这个 动词 那个 词坠 对 它那个 和时态 那才要命呢 对 一个有五六种变化 那个才是重点 就是 他的顺序可以乱调 所以 这是为什么西部百官制 跟东北问题里面 西部里面很多顺序可以乱调 因为原始记录也很混乱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就是这个代理主管 这个词实际上就是那个词 就是wise 这个就是wise 哦 对 现在英国圣工会的筑记 V卡 教区 教区小主教也是这个词 对 就是他 就是代理主管 这个 实际上 我提醒您 其实这个东西 中亚 西亚也有 那个东西 您猜一下 这个词是什么 跟他同词 Vicher 对Vicher 对就他 您怎么这么快猜出来了 因为以前玩游戏 看一些游戏视频 然后有些人 看到土耳其 啊 大Vicher来了 对就他 同词跟都是英欧语的一个词汇 然后就这个词 很简单的代理的 代理管事情的 就代理主管的 然后这个就是管区集的 那首先 您看了没有 这里有一个罗马城市代理主管 然后上面有一个罗马城市 总务长官 他们又打架了 对 到底谁 是不是同官 这还是谁是主 还是富 还是其他的 这这我知道 这个是主 这个我另外一篇有讲 我另外有一篇 那个有一段专门讲 这个 这个范围比下十个大 啊 就是你可能因为 这个要管理罗马周边地区 然后下面那个就 负责 就 如果抽象研究 大概类似于什么呢 大概类似于直立总督 跟那个顺天辅辅引 差不多这种关系 但是其实上面还有 哎 还有要 哎 意大利 尽为一种 勤态 我自己不管了 我自己要命军 下面继续吧 那罗马城市 那这个 然后这个 意大利亚 他又聪明了 但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上面小啊 那不练天呢 那操 这个地方就是 第一个地名的 意大利亚 阿富利亚 意大利 然后接下来个 日斯班尼亚 民国清 清代时候 议成日斯班尼亚 民国以后 才议成西班牙 在这里是 西斯班尼亚 是按他原始发音的 啊 对 这还有问题 就这个呢 这又是个经典问题呢 拉丁语 中国拉丁语 还聚不发音 啊 就是百官智 大概就是 就在这个变形机 那这个0就没了 所以就变成 伊斯班尼亚 伊斯班尼亚 伊斯班尼亚的 但是这里的话 对吧 他毕竟还有H 所以我们还是读 那个 啊 现在西语里面 是这个H学 就不写了 他就不写 就直接是 H去到变成E 对 伊斯班尼亚了 然后英国了 英国了 更和英国了 把I都去掉了 直接念成西班了 SPAIN SPAIN才应该对应西班牙 啊 然后 那就西班牙嘛 然后就是下面的这个了 那这个 这个仇像 这个罗马人 没有没有创意啊 直接叫七省啊 七省就是七个省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概是啥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就是高鲁 这个是高鲁地区 哎 等一下有问题啊 他 大型的道运对应的高鲁 哪部分 南部 我忘了 南部南部 就是李扬那一块 李扬有核心那一块 哦 这里还有一个公斤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之后看到 这个你看这个是三三本 这个就是三三本 九月 九月的词根 七匹囊的七 对 就是那个 因为为什么就是 那个 因为立法改了嘛 就是 对 原来是十月 然后 如劣力改了 改了十二个月了 这就导致一些 就原来的就给排后了 所以应用中 九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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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本来应该是 应该是七月 八月 九月 跟十月 对 december 本来december的词根是十 结果他说成十二了 对 就是因为顺利 所以 这个也很难 反正当这个 这个懒得广巡主 是不是吧 我 我其实有感觉到 就是可能当时 他自己都 自己都懒得 然后是 不练蝶尼啊 那虽然这个词 如果你要 拉几个不离坦 你啊 就是那个嘛 卡卡卡卡安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词 DNS 但是这个地方 你翻译的话 还是应该 翻译不连接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因为法国有一个地方 叫 不列塔尼 啊 得区分啊 所以我们只能 这里 就只能翻译不连接 虽然不连接 跟 跟古代 发音 完全不辑 但是 说实话 这个地方 你知道 Ngion 这个不连接 翻译 这个 应该 带 那个 希望的 因为 因为什么 闹可以 因为 因为 因为它有发音规则的 西这个应该是SI 这个应该发生那个希望的西的 但是就把你让发音没人认识了 所以还得这样 然后下面就是管军事了 又是管军事的 那不用讲 尉达利亚阿非利亚 廷津坦价 廷津坦价就是那个丹吉尔 北非那个丹吉尔 就是个词 哦 理解理解理解 对 然后这个词就很自然 这个词就很自然 这个词后面这个叫阿根图拉特 这个词阿根就是银子 银子嘛 对白银之国 阿根图拉特的词根来源 这个词应该是叫 应该是白银市长 这个词应该是白银市长 然后这个词 这个词 这个词今天叫什么 今天叫神经术 这个医学英文叫神经术 或者神经道道 就那个 就当造神经嘛 就是传递那个信息的嘛 对 它就来自于拉丁 它意思是要道 就关键要道 哦 对对对 你可以解决就是那种 山里面的山里面那种 就那个爱口 就走那个要道 就走那个山里面 走那种很险要的道路 才能够通过的地方 啊 然后我们又来一个不练间 啊 然后就是这个 当然不练间 这个这里来的特殊用来来 我们的这个 萨克逊人登场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叫不练间尼亚的 萨克逊海岸啊 那萨克逊 哦对 然后那个就是这里一般翻成 这里一般翻成萨克逊 虽然说而不是萨克森啊 就是因为萨克森 萨克逊一回事 但是翻译的时候会区分开了 假如是往海边跑去 跑去英国叫萨克逊 然后留在德国了 叫萨克逊 你要是英语 英语基本功扎实话 再去学那个 荷兰语会发现一路翻长 就感觉就是学方言一样 为什么呢 为啥我跟你讲吧 就是那个 我跟你讲的奇葩 就是你学 如果懂得欧洲远多以后 就发现英语奇葩一点 就是欧洲所有的国家的这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都念成A 唯独英语念 唯独英语和单外语念成A 为什么呢 话我才知道 英国人的祖先之一 朱特人来自丹麦日德兰半岛 是啊 朱特人 昂格鲁人 萨克逊人 从北到南一直排列 是吧 不过 我卡住了 不过这个 不过这个我估计不是朱特人 我估计应该是 维京入侵之后带来的问题 嗯 有可能 因为 因为古英语的话 他跟德语很像 对 对 然后 丹麦来了一波 就丹麦语言都有很有趣味的 当那个 标明要命是后来 总上讲过威廉仪式嘛 后来 如果你读法语的话 应该读纪姚母吧 那个那个人 当年按照他说当时的语言 就是威廉 威廉 征服者威廉 我说法语 他那个词应该读纪姚母 法语是纪姚母 对 就比例 就是毕丹那个比例 小名比例 比例海林顿正式名称是威廉哈林顿海林顿 好 威廉H海林顿 比例海林顿正式名称 那反正 因为英语很奇葩 英语不光这个奇葩 后来还有一些 就是都督王该实在 英语发生一个非常奇葩的声音 叫原音转移 啊 理解理解 那是更复杂啊 简单说就是 为什么字母E 他在英语中 他忘了读成I呢 是啊 他原音转移了 还有字母I 你们应该比较读E的 我们变成读I的 就是I嘛 字母I 本来应该读 读E的 他是什么 其他地方发现 多发现他会比较I 还是这个 他原音转移了 然后上面就是下面 然后就是 那我刚才讲过面 那这个随意总管 伯爵 Count 这个词 Duke 公爵 嗯 当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伯爵比公爵高啊 因为伯爵是 好吧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词比这个词啊 就这个词 他老官 老官嘛 后来被淘汰了嘛 是啊 他本来是那个 三世纪VC时期用的 啊 就是你怎样 就是戴肯仙和军产宁 他们上面之前用这个玩意 你比如说 世界光复者奥特梁 就是骑兵里面都督 但是后来上面之后 这个玩意就被 就开始被冷落了 这个玩意开始兴了起来 啊 这个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了 但是后来他们的关系又反转了 啊 他们关系又反转 就是中世纪的时候 关系又反转 这个玩意又比上面高了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就是什么 你皇 呃 孤王给官军的时候 肯定是把那些远方的不听管的 就封这个嘛 因为他在边疆嘛 然后他管得动的 他就叫侍卫嘛 你管得动的 自然就肯定 大人发展 这个管得动的肯定权力 没有管 管不动的权力大嘛 是啊 随着封印之后 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 当然说实话的话 如果你真正他那种法律文件 其实两者区别也不大 两者其实实际上是 包括百分之一看来 这两者其实可以混用的 就反正都是军官了 所以当事人其实自己也不太计较 哦 一解一解一解 他自己就快搞疯了 然后这个是边界 limit的限制呢 边界呢 嗯 是啊 嗯 然后就是毛利塔尼亚 今天国家就是毛利塔尼亚 今天还有这个国家呢 当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毛利塔尼亚在西非南边 摩洛哥南边 啊 里也里也里也 但是这个时候他指的 这个时候他 这个时候毛利塔尼亚 应该指的是那个 应该指的是 阿尔吉尼亚 对阿尔吉尼亚 嗯 然后潘诺尼亚 然后瓦勒尼亚 这个形状就是 雷提亚 就是阿尔卑斯那边的 赛管尼卡 就是那个 反正是这个 这个 高卢的 然后没有看到这个词 要到 但是有个人说这个阿姆里卡 这个阿姆里卡 就是布列塔尼 就布列塔尼的古神 阿姆里卡 阿姆里卡 啊 布列塔尼的古神嘛 后来布列塔尼 就称呼就占上风 嗯 因为有人逃纳 有人从布列塔尼 逃过来了 布列塔尼 那这个词 比利时 比利时的 拉丁语名称 哦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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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然后 下面的就是 日尔曼尼亚了 不用说了 收了 那您猜 这个词 您猜是哪个词证 这是一个 德国城市的名称 您应该能猜 您应该能猜出来 莫尼黑 不不不 罗马帝国没有 说那么有 您想拿一盒吧 有哪个城市 克隆 不是克隆不是克隆 克隆 克隆尼亚 哦 您想一下 就是 您打很接近了 就是神罗选地侯 三个选地侯 克隆 我这玩意第一时间 我还真真反应不过来 这就是美音词 美音词 这个词 哦 美音词 对 就是拉丁语名 莫共提亚库门 把拉丁名都北长 好来了 我们来到下个部分 同志们官 这个词 上次讲过 形容词 形容词多名词 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首先 出现出来了 威尼斯出现了 威尼斯 威尼斯里亚 然后就是 西斯里亚 今天这是伊斯拉 今天伊斯拉半岛了 哦 对 跟可 跟克隆尼亚 他们两个增了好久 他们两个增了好久 那之后就是 本来伊斯拉半岛拿回来的 然后 然后我们的 这个 莫大帅 他奋斗之后就没了 啊 是 现在可可地亚 除了英语以外 最热门的选修外语 就是意大利语 你的地方进展 历史上有意大利的传统 所以说那些人都想着 跑到意大利北部打工 意大利南部就算了 我说那就是地域歧视啊 有人直接骂 直接骂一下 南部人非洲人 我说 很正常 你知道为啥吧 我告诉你吧 其实在德国 在现在的欧洲 除了德国以外 工业最发达 制造力最发的地方 就是北意大利 嗯 是啊 北意大利的工业产值 比法国和英 英法养国多少高 嗯 那南部就糟糕了 我说南部他屁都没有 是啊 那那就是 我要笑话 曾经有 我们曾经有人 是不如整合南部 以大利 但这个人 这个人又是莫达帅 哦 对 莫达帅 莫达帅 这个人的争气很大 是我对他 呃 开始逐渐了解以后 感觉不敢在直播间 目前再多多说到啊 就这个人就是典型的 一时的谈点翻车记了 是啊 他要是不是展现的浑水 他的名字会 会会会会好很多 会好相当多 但是他 他才让他意识起来贪念呢 啊 对对对对对 就真的那方面 因为一大利的民情 一大利的民情 他就是滑水 他13年就跳凡了 他根本就不想打 莫达帅 莫达帅其实一开始也忍住了 对吧 那那你之后只能说 法国太菜了 让莫达帅以为自己行了 然后就 然后就万劫不复了 莫达帅就永远没定在历史书桌上 啊对 那弗洛哥不就活 弗朗哥不就活了好好的 弗朗哥不就活了好好的 弗朗哥不就干东了吗 还有那个以上 不知道啊那个谁 那个哪个博士啊 就那个 莎拉莎博士 那个 是叫莎拉莎吧 是安东尼奥莎拉莎啊 莎拉莎博士 莎拉莎博士更是 他那更是一位纯粹的批射玩家 那那那更是一位 一位单纯的纯洁的批射玩家 他他他他也扇中了 是吧 就是 其实可以弄弄弄到最后还是可以的 弄到可以弄到扇中的 那莫达帅玩托了吗 那扯也记了 啊 继续继续 继续 然后艾米利亚 不用管理 伍利亚就是 莎拉莎也要继续了 然后这个地方 那这个词出现特殊玩意儿 这个词 爱农 安农 哎 那个 那个爱因不就叫这个玩 那个 那个迈够里面那个人 啊 他老是嫌弃别人把他叫做安 他那个发音译安农 啊 是 抱怨过这个 这个玩意儿就是粮食了 当然这个玩意儿非常管的 这个玩意儿 他可以指那个 他有点 他持上后期变成油米柴盐 那意思 就是指各种生活必需品 他也可以指军队的军需品 他也可以指收税 反正这个词就很管了 就是钱粮啊 对 就是钱粮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他这些是供粮 就是 大家知道罗马城嘛 大城市嘛 大城市就有人给他吃饭呢 供粮嘛 就叫供粮啊 就专门给 给他提供粮食的 是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呢 这个是托斯 托斯凯纳 托斯基亚 就是那个 哪儿 就是就是那个 托斯凯纳 对托斯凯纳 就是托斯凯纳 嗯 然后城侠呢 这个词呢 城市 萨布什么什么 下面 就是城市 下面 哦 有个当时记得 有人把这个玩意 翻成城下庭 我操 哈哈哈哈 啊 好 来了 终于来到南意大利了 坎贝尼亚 就是纳布罗斯那块了 对吧 然后这个词呢 西西里 哦 西里啊 这个词就是 对吧 我们说过 西西里 明显是近代发音 那个 西西里 这个地方 我问过一个 在意大利南方 长大的华侨 后来回国工作 他说意大利啊 到现在各地 都有严重的地方 倾向 呃 意大利 远远没有整合到一起 那是 那 那 那直接骂更难听过头 那另外你可以解决 北意大利骂 南意大利是非洲人 南意大利骂西里是非洲人 所以说那个 微软的 推出帝国战二的时候 把西西里 从意大利文明拆出来 意大利人民 意大利那块 没有半截反应 认为这非常合理 要割中国话 拆出一个中国文明 拆出若干分支文明 早炸锅了 这个游戏 马上就在中国下架了 知道吗 啊 啊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词就西西里了 然后是 又来到了 阿非利加 非洲人呢 两个部分都不讲了 啊 然后来到了西班牙 啊 那这个词 那谈中文 葡萄牙的词根 对 路索奉 对 那个后来那个 葡萄牙有个五毛 叫那个 他写手诗叫 路吉坦尼亚人之歌 意义叫 蒲国魂 然后这个五毛就一下 成了 看梦斯 这五毛叫 看梦斯 一下就成了葡萄牙的 国名士人 啊 对 然后那个嘛 二三战机里面用的就是这个词 二三战机里面就是这个词 啊 啊 然后我们来到了 啊 这个词直接说 这个玩意 这个玩意 今天就是加莱西亚了 对吧 又是经过神奇的转移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在于 东欧也有个加莱西亚呀 加加里西亚 对 对 是 而且叫加莱西亚师 只有我们一个 那太重量级了 那太重量级了 这个地方到今天都很重量级 今天就是那个哪儿啊 就是那个谁呀 哪儿呢 那个城叫什么 那个 一个非常抽象的城市 利沃夫还是沃伦 利沃夫对 利沃夫 利沃夫就是这个核心城 加里西亚 当然这里边的区分 所以我呢 拉丁语言 你把它翻成加莱西亚了 啊 总是这样了 巴勒斯坦也应该翻成巴莱斯提亚 斯提纳的 但是我想象 算了 你翻成巴莱没人认识了 就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无所谓嘛 这个地方 哎呀呀呀呀呀 那怎么了 继续继续继续 然后来到了高普啊 然后这个词呢 这个词不是维也那 跟大家说明这个词叫艾维那 这个不叫维也那 这个 这个词 它其实跟维也那是一个词 但是维也那 是我们德国的 这个艾维那是法国的 是你们法国的 哦 就是这两个词 相一个词 但是德国法国两个语言 就用了一个词 为了区分 也确实意思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法国 德国的我们称之为维也那 法国的我们称之为 艾维那 这个地方 继续继续 然后非常恶心 我到 这个 热瓣尼亚被换到了高鲁 回到高鲁 非常非常实陆 卡一下 就比例实了 那 鲁格敦 那就是 鲁格敦就是那个 哪儿啊 鲁格敦就是 鲁洋 那我来到了 我们来到了 英国啊 英国啊 上来就是 没人认识 哦 对了 这两个 这两个心 也会严重 就是百观之 由于就是 大概在这本书 陈述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已经丢了 已经被放弃了 所以说 这两个地方 在哪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在于不连天 到他们的首辅 在哪 应该也不知 这两个心 非常非常神秘 啊 瓦伦提亚 有时候 我脑子一看这个词 我一下就 写想到 西班牙的巴伦西亚 对 就他就他就他 就他就他 就一个词 一个词 然后我们又回到意大利了 那来到了意大利的 近脚地区 这些词呢 阿普利亚 卡拉布利亚 哦 对了 这有个问题 这个地方很随属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 怎么说呢 发生了一个词意的偏转 就是这样 发生了一个偏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 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的地方 就是意大利 不是那个靴子吗 是啊 对 靴子 它的靴根 就是东部的地方 本来是叫阿普利亚 和卡拉布利亚 但是 这地方由于 当地的居民受不了 那个伦巴殿的侵扰 他们往靴间的方向跑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靴间 那个靴间本来叫布鲁提亚的 但是后来因为 卡拉布利亚的居民 疯狂的往那个 往这个地方跑 所以这个地方就取得了 这个名字 就是说 在古典的时候 卡拉布利亚指的是 那个靴根 但到中世纪的时候 卡拉布利亚指 就是靴间了 怪我 对 然后就 说你没必要 他们这边没说 然后来到这个 然后现在一份行程 啊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行程讲完就下了 我们因为这个 还有一次的 然后就是 那这里没必要说 这个没必要说 拿这个 就这个词 阿尔伯斯这个科提乌斯 科提乌斯是一个士族名 就是人民 他是人民成为了这个定名部分 然后就这个呢 这个词 这个是我刚看到了 我本来是翻译成 萨丁尼亚的 但是我翻不对 为什么呢 他有个 他有个RA 所以这个词应该读萨拉丁尼亚 是啊 但是我今天还发现 今天刚改过来的 我之前没看见的 我之前都就把他翻译萨丁尼亚 今天还发现这个词不对 应该翻译萨拉丁尼亚 然后上面就是科技家了 不用说拿破仑老家嘛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这个非洲 反复撬转 我好 果然 不是 你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官不一样的 嗯 是 上面是同质 上面这些行程属于老行程 老大行程 就是那些自立老的行程 就那些自古以来就有行程了 就是你可以以为是老字号 对吧 然后下面这就是新字号 就是从那些老字号里面拆出来的 就这这些玩意就是 你看这些名字 这都很新 嗯 对吧 点心就是 我们去讲的 你继续啊 你看这这地方那种天 你看这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赫赫有名的地方 什么比利时 让曼尼亚 对吧 然后什么利古利亚基 和威尼斯 就是说大臣 大臣 名江 但西亚基 就比较就比较默默无闻了 难道这个 这个更是抽象 我操 加泰基在西班牙 啊 哦 这个 这个加泰基在西班牙 这个地方 后来到 现在西班牙名 改为卡塔 卡 你卡赫 什么忘了 叫什么名字来的 哦 好复杂 这个词 这个是新加泰基 有啥呀 新加泰基 今天叫什么 卡塔赫那 啊 卡塔赫那 哎 就是新西班牙了 哦 操 哦操 这更更是抽象 我操 我们都知道 西班牙里面 H 所以那个拍的跟狗 使用那个拿破仑 那个主角 那个人 就是那个 华金 华金 西班牙裔的 对 所以你就不能把它翻译成 乔赛本 那边又不能翻译了 那我们继续 那 然后这个很值得说啊 这个词呢 这个词 这个词 网上有两种翻译 好 这个词意思没懂 就是我综合了 他 他有种翻译叫 这个玩意今天什么 今天这个叫本宁山 就瑞士德国那边 演奏山叫本宁山 就是这个词 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 一种认为他是那个 朱比特 就是朱比特的那个姓 朱比特这个人家 这玻尼 玻尼奴斯 但是 也要说是布涅 反正这张 所以说我综合 雅国家全叫布 布涅奴斯 就是把它给 两个翻译综合 这 谈这里的就是 他是个人民 对于这个人民 到底是 指布涅人 还是指 指那个朱比特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这样取 这样取的 就是两个人民 然后这个词也是 也是一个 也是个 好像是个领袖 明白 就格雷乌斯 就凡事人 然后赛华尼 赛华尼斯好像是水 我们来到了阿基塔 阿华尼亚就是阿基塔了 我觉得有个 陈叫尤伦 就是这个名字 今天你说这个词 词根跳来 就是那个尤伦 好像陈了 反正就跟太阳尼亚 差不多一个 一个陈 一个世界 然后就是那个 然后这个是呢 people呢 people 民族 你看郑老师 这个是 看到了 people作为名词 意思呢 九个民族 就是戴克里先 有一天来到了 那个 今天把鲁拉伊坦 南部地区 然后一看 就是这个地方 好荒凉啊 然后一看 当地有九个民族 好 这个地方就叫九民了 哦 是 非常重要 然后这张 就是加斯科涅 加斯科涅 到后来 就是人都非常少 反正我好像 找到地方 这一块是 哦 还有原作 原作就是 他也是里面 还住着巴斯克人的 就北巴斯克人 就在这里面 好像那个 达达娘的家乡 的三皇守 达达娘 家乡 加斯科涅 天呐 加斯科涅 跟法国人 斗了好 跟安吉坦 跟法国人 斗了几百年 后来跟了英国人 然后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 呃 又来 我们又来到那个 拿尔布连天 拿尔布连天 嗯 嗯 好 然后我们 我们这里挑户 我们把这个地方讲 我们讲罗马城了 我们讲罗马城 今天就下了 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城 等你去关闻 哎 首先 他怎么改一下 首先罗马城 罗马城 我们知道罗马城大人 是谁要管吃的 所以就是管粮食的啊 这个人负责给罗马人吃粮食 然后这个东西 那这个词 VIGA 这个词实际上就今天 今天那个词 今天今天好像有类词 我忘了 它是运中的 它 它 反正就是 Watch 这个词相当于运中的Watch 就是守望 守夜的意思 当然这个 对 它有个词叫宵敬 这四皇期 都还用 今天哪个人用过这个词 我忘了 这个词 今天好像运中 还是有用这个词的 我忘了下面 这个词呢 罗马就是那个 就是购架 就是 它这个购架 只是那个 高价水徐 哦 是 管水的 当然好 容易负责其他建筑 然后上去 这个地方抽象来了 这个 你贼富兰呢 台伯河 那这个词是河道 就是河岸 这个是河床 然后这个是夏尾道 夏尾道 就是管夏尾道的 嗯 然后呢 这个词又是 又是葡萄牙 葡萄牙又是 港口 啊 他这个也是 今天这个 葡萄牙这个词 词根就是这个 港口 对 然后 是这个 这个词就是 对 今天今天是那个嘛 叫审查嘛 审查员 那古龙马叫监察官 然后这就是 普查人口的 是吧 然后这个词水 这个是酒 酒 酒 拉英文酒 酒水 管酒的 然后 这个是深处市场的 货民官的 这个是广场 这个是深处 不 好像是猪 这个词是猪 这个词是猪 这个是猪 然后这个是牛吧 反正市场就 这个是猪 就是猪 当他自己 只来说 所有水 都不光是猪 然后又来到这个词 这个词 这个词 这个是水 拉顿用水 阿控 又是管水的了 然后这个就是 maxim高 最高事务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反正说 到管门又不清楚 反正 我估计就 这个应该是管官员的事务 这个应该是管平民的事务 然后雕像 就负责捏雕像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个人名 乍巴是个人名 就是他 他好像大概就是 他好像 他好像把自己的财产做出来 捐那个粮仓 好像是异仓吧 我记得好像 大概这个故事 就是大概是某个人 捐了一个异仓 这个粮仓 或者保留下 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然后又来 又来一个港口 就是 上面一个港口 他还不管 他这边又来港口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个词就百夫养了 嗯 百夫养 然后这个词 这个词 这个词 其实 没人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词是事物 这个词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 但是反正后来的推测 大概就是这玩意 大概大概是管艺术的 好 那就是罗马神的官 那我们看 这边是 就是这边 这边是官 这边就是立了 就下面办事的 啊 这边就有那个呢 同监察官 就CISM 他这个 又是形容词 做名词用 那差不多就这样 是 就那今天就 就这样 今天直播到结束了 这种 好 你还怎么跟大家讲 就做个结尾 能跟大家做个结尾 我下期节目预告 就是讲一下 我在首都市万大学的 这个学习过程 然后我遇到一些抽象事 以及我对一些 中国一些大学专业 为什么那么冷门 的那些一点 微不足道思考 我之所以会讲这些 现在看起来 容量低的话题 是为以后 自己写书 写讲 东西 由先有个存档 先写个 口出一个出稿 那我们下次直播 就还是星期四啊 对对对 星期四 对还是 下个星期四八号 就是跟他说 九号除夕 那然后八号的话 郑老师讲课 九号的话 我我在 我个人在陪大家 看片子好了 他就这么商量 那行 那我们就配了吧 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怎么赚 好了 我还要 我们要开始搞 搞一定复习的 好好我离开了 拜拜 再见 再见 你们共享观呢 本流量 真正太低了 真正走的 但我也在抱歉 怎么流量这么低啊 我是 我们这流量真正太低了 这 今天没人直播 今天有人谁直播吗 怎么没人直播抢 今天还出发这么低啊 然后电台直播 就这么不受欢迎吗 今天就毛拉波了 我们就盖个安快的本质 哎呀 所有人 现在所有人做节目都不带我了 我死过 求所有人做个节目 其实所有人应该今天 他都想要去孤夜走 我去蹭一波 到时候我又要去蹭 蹭孤夜流量了 到时候谁人 谁人 我吃不下点 进去吧 然后 我跟谁 所有人读 然后我就没同时转播 那只是这样了 怎么办呢 他死过不用来啊 现在完了 我们我们现在是直播间里面 我们现在直播间 我们是所有底方间当中最惨淡的 哦不对 好像 哎呀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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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鲁伊 特鲁伊大楼各都没看一看 我看他直播多少人 我每次看我们那个 我看我们的那个路播的话 今天特鲁伊大楼没跟到 他人在吧 德鲁伊 德鲁伊记错了 他人在吧 他在跟吗 他没播 今天应该播他 今天应该播他下播了吗 我说反正就是 我看每次录播 看这个范宝丽明的录播情况 差不多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就比特鲁伊大楼 他的市值赏息高一点 都是人 那也特鲁伊大楼 怎么在这人说 比我们多 还是说直播不再说 万一还说考拉们更喜欢 可能考拉们更能看视频 因为说实话 我能力有限的 说到底 我也不像 毛娜拉他们 有什么特别会聊天 所以可能 考拉们将来更喜欢视频 就这样 有看我们的录播 还是 录播数据 勉强可行吧 不过这里还要说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小人大佬 你再把今天小人大佬 跟别人发生了口气 我今天 我算 大家看到 就是 就是 边上有一位大佬 坐那个 坐那个五代史国的那位 晚唐五代那边 然后小人大佬 好像 好像 好像评价他的节目 结果 结果这个东西 被人传出去了 结果别人早上门来了 别人问 然后小人大佬 叫道歉了 所以还跟他说一下 就是 然后有人说就是 然后有人 有人就趁机 有人就说什么 说我们抵抗性这个 有些问题 有些 有些嘉宾这个口 他没有折来 说这些话 然后有人还会问 到底是问什么是抵抗性 就是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 大家 还是注意吧 这个小人大佬 这个事情 就我不知道 他现在不在 听到这个 我就是 就是 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网上 还是要注意 就是 小心点 就说话要谨慎 就是因为现在的话 就是实际上所有人 也跟我反应个声 就是现在的话 有人盯着他 就是 就是 我还好 说说我爸 随便呢 我说什么话 他早上没找 反正我 我早就被挂过 我初战就被挂过 我 我 18年的时候 我就被人挂过 但是后来我道歉去了 我不怕 而且 而且我说 我也是个 我也是个死猪 我也不管管 对吧 我也没有什么 我 我现在群 就几个群 对吧 我也 我生活在熟人当中 我也不怕 深人过来骂我 我怕我发的 所以就 但是 跟各位考量还是说一下 就是在外面的话 上网 还是外来扫兴 就 虽然说我们都很喜欢睿平 对吧 但是就 虽然我们喜欢睿平 对吧 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抵抗区 但是 就已经喜欢睿平 对吧 睿平 对吧 某尸体 对吧 必在某尸体 对吧 但是就是 实际上我们还是确实 应该注意 有些人你 出的不所谓 对吧 但是就 但是有些地界上 可能同好 他们也 也是勾 也是一样 也是小阿普 相对来说小一点 就 就大家注意吧 就这个是一定要注意 哎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就 我们放个歌吧 就大伙 上个估计没有人 现在几个人呢 现在没人了吧 就五个人 我自己放点歌 大家今天结束了 放点歌吧 对我们今天放个歌 我点一首什么歌呢 嗯 就是我还确认丧气啊 你说实话就 呃 我给大家放那个 我给放那个 一个我很喜欢歌 《攀命神曲》 那个歌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看